現在1點過後不賣自由座 所以你手上目前沒票的 等於沒有車可以買了 急急急乘客肉貼肉 幾乎貼在車廂玻璃上 高鐵公司宣布 從28號下午1點開始 台北烏日左營三站停售自由座車票 但民眾一大早就來排隊 臨時說不賣就不賣 大家還是不肯走 塞成一團 那你不用跟我講這個 那我的意思 那我排了這個45分鐘 你們要怎麼處理 烏日站大排長龍 人龍長道看不到盡頭 原本有174班次 取消88班次 剩下86班次 28號下午3點後 加開6班自由座 總共影響4萬人次 高鐵9月27號晚上9點宣布 28號下午3點要停駛 這中間18小時的時間 難道沒有辦法提早做好因應 加開很多列車 但是它整個列車的容量 還是有限 我們要注意到說 整個列車上 搭上車上的一個人數 雙鐵都應該要及早 去做出應變 比如說要怎麼樣 在停駛之前 要加開若干的班次 而且要把這種訊息 及早去做一些公告 高鐵決定不賣自由座 讓民眾根本來不及 轉成其他交通工具 原來買到3點以後的 要換票也沒得換 像沙丁魚般的中秋收價 變成大逃難 民眾跑紅 高鐵完全沒有因應 截至28號下午3點 高鐵總運輸17.8萬人次 和去年中秋連假 平均一天17.6萬人次相比 今年乘客較多 若漢平常假日14萬人次相比 也高出許多 中秋連假返家變成噩夢 運輸SOP大有問題 交通部也打算開檢討會議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評分析 評分析 好